讲这个后半部的第一页 从我们前半部的这些 看完了 那么这个后半部啊 就是转要的全部开始 看那个后半部的第一页 拿摩大方广佛华严经 拿摩华严会上佛菩萨 拿摩大方广佛华严经 拿摩华严会上佛菩萨 拿摩大方广佛华严经 拿摩大方广佛华严会上佛菩萨 拿摩华严会上 我们在上一个礼拜 华严经 书论转要续 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 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我们上一个礼拜啊 已经有讲过 有六十华严 禁义六十华严 唐义的八十华严 以及别形的四十华严 那么这个其实四十华严呢 就是最后面的 所以应该来讲 完整的是一百二十卷 就比较完整 大方广佛华严经 者乃是 披卢 遮纳 世尊 那么这个 披卢遮纳 这是指法身佛 那么法身佛 也可以说 报身佛 八十华严呢 翻译成 披卢遮纳 六十华严呢 翻译成 如舍 那么 是用 法如家呢 在这个安乐庙宝里面 他这个 披卢遮纳佛 大观点观真言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翻译成 披卢遮纳这个音 是接近而已 Om 阿姆 噶 法如家呢 妈哈 摩托 马尼 巴 摘 马尼 巴 法如家呢 就是 披卢遮纳 披卢遮纳 那么 这六十华严呢 翻译成 卢遮纳 后来的人呢 就把 披卢遮纳佛 当作是法身佛 那么卢遮纳呢 叫做 圆满 报身佛 那么 引用这样子的一个 惯性 习惯性呢 变成中国的一种文化 所以 变成习惯用语 法身佛 就是指披卢遮纳 报身佛 是指卢遮纳 那么 法身佛 就是报身佛 报身佛 就是法身佛 所以指披卢遮纳 那么披卢遮纳 翻译成中文 就是骗一切处 就是清净圆满 骗一切处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这样 世尊 与菩提常 使成正觉 我们一般这个菩提常 是指释迦摩尼佛 那么释迦摩尼佛 是千百亿化身 为了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以分身千百亿 叫做 释迦摩尼佛 而众生的 众生看到的 就是 肉身 有历史 有父母 有形象的 那么就是释迦摩尼佛 那么 这些破无明 见法身的大菩萨 看到的 却是法身佛 或者是报身佛 那也不是看到释迦摩尼佛 这众生看到 这释迦摩尼佛 是坐在菩提树下 坐在那边 好像入地 可是啊 那时候 他已经在说法了 他用异生生 用法身 用报身 那凡夫看不到 所以这个二圣人 就如龙如雅了 他看不到 凡夫就是看到 一个比丘坐在那边 菩提树下 可是他已经在转大法轮了 华言最初三七日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境界够跟不够 差很多 这菩提树 就是摩基托国 阿南洛法 菩提树 史称正决 那么 七处九会 那这后面会讲到 这个七处九会啊 我们先翻开十一页 十一页的倒数第三行 书 七处九会 倒数第三行 总共三十九品 一开始啊 初会菩提树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下去 总共有七处 但是有九会 所以在这里 我们俩有画一个表 我们时间到 我们会画一张 华言表解二 七处九会的表 很清楚 看了一目了然 翻回来 翻回来 七处九会 这个都会讲到的 称性顿言 如来 称性就是称法界性 法界性就是什么性 就是平等性 简单的 简单讲 如果你学会了平等心 用坚忍不拔的心 坚毅 碌碌不动的心 用彻底的无相 进入平等 进入平等的空性 你就了解啊 华言的思想 恩 怨 平等 是非 平等 善 恶 平等 惠故 凡 所有相 都是虚妄 在虚妄的相 上 缘起法当中 所建立的观念 统统要舍掉 你只能去运作它 而不能去执着它 我们要去运用这种假相的存在 而且存在它就是缘起的空性 所以 秤性就是秤法界性 顿言就是顿时开眼 顿时开眼 他这个悟道啊 非常的喜悦 然后就是讲他心中的这个大法 讲出来 顿时开眼 如来 果海 如来 就是成就的众生 就是如来 成就 众生成就了 最后就是如来 那么果海 就是果地的 华藏 庄严世界海 就是当我们成佛的时候 我们有多么的 庄严 无量无边 无边的三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都在我们一念当中 所以果海就是 清净庄严的自信海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有一颗 清净的自信 而我们因为被这个烦恼 感染得太严重了 所以我们的身口意很不清净 嘴巴出来 从来没讲过好话 我们的思想 你耸子 总是一东一西 你总是没有办法 去学习 去相信 或者学习这个 这个 这个智者 或者学习这个圣人的言 没办法 我们这个凡夫 这个身口意 他躁动不已 从来没有摆平过 所以 我们的自信海 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呢 要想要进入如来的 这种庄严的果报 无相行是诸佛之行 你一定要学习无相 一定要彻底地了解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但你一切像运用至如 莫一一切像助早 所以一切像莫求莫早 莫取舍 莫取舍 这样才有办法 进入佛陀的果地觉 或者我们将永远 没有办法认识佛是什么 我们都是用观念的 对不对 我们就是 哎呀 佛是不生不灭 然后把它想象一个 不生不灭 他不晓得不生不灭 就是生灭 所以人家问 请问师父 什么是无违法 我说很简单 就是有违法 当体即空 什么是有违法 就是无违法 这两个是不二的东西 离开有违法 你找不到无违法 离开无违法 你也不可能找到有违法 这是不二的 所以你想要 契入佛陀的果地觉 首先你一定要坚持 无相的理念 你不可以在这个世界 去恨任何一个众生 乃至加害于你的 任何一个众生 批评你的任何一个众生 都不可以的 佛是无事人 他是等贤人 他任何的像 他都修 佛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万事修 实际上 摩尼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就是万修修 万修修就是什么事情 他通通可以让他歇下来 我们众生凡夫是万事 躁动 躁到烦躁 烦恼 出口 从来没讲过一句好话 脑筋里面怎么转 他通通是束缚 分别落入执着 落入观念的东西 如来国海 底下说 群生信源 群生就是众生 也就是自信的本源 本具自信 清净心 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心 只要我们肯 下定一个勇气 下定一个勇气 你都可以宽恕 所以这个牺牲 宽恕 退让 无向 你要行菩萨道 没有这几样的功夫 那是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你说我不宽恕你 不够资格做菩萨 我不忍辱 我根本不可能成就道业 第一关你就变回轨 你就后面就不要谈 所以对世间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么样平常性 只要跟我生死扯不上关系的 统统放下 统统要放下 这些世间的是非恩怨 你很难去断定 对跟不对的 而且你也不是本人 你无法从中去彻底了解 到底什么叫做对什么 叫做不对 那么唯一的 记住 因果从不饶人 因果从不误人 我们深信因果 那我们就相信 解脱自在才是我们的上上策 底下说 一记因地的六位 这个六位 要写一下 六位就是六种阶位 实信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灰相 实地 华言经要加一个等觉 华言经的阶位 等觉 是列为一个很重要的阶位 你到最后我们也讲到 这个等觉的 是定 是通 那到后面 那个都是讲等觉 这六位 就是实信 实住 实行 实灰相 实地 等觉 这六个阶位 菩萨修正之鬼犯 也 夫说 即称性 就是依照自信而说 称性 称就是合于本性 相称 相对称 夫说即称性 意思就是 当你的说法 是由合于你 发自你的本性 你所说法都合于本性 那么就是本性就是不生不灭 这是恒常之说 意思就是 一个人悟到 他所说的法 那么就是永恒的真理 就是绝对的正知正见 所以说 一个悟到的人 说跟不说都是平等 凡夫是说跟不说 东东叫做妄想 说用意识心说 分别颠倒的之间 不说 坐在那边 深沉的无名 所以凡夫说跟不说 通通叫做无名 而圣者悟到 说跟不说 通通叫做恒常说 合于故 沉默也是说法 语言 文字通通叫做说法 合于故 就是实相 所以夫说 即称性 则是恒常去说 所谓众生 加两个字恒常说 国土恒常说 三世一切恒常说 这个恒常就是 加在这个上面 意义就出来了 所以众生说 那就是永恒的说 他不离众生的自信 国土说 国土是永恒的空性 所以国土也是恒常说 三世一切恒常说 就是三世一切 过去现在 未来 一切就一切出 无论是空间 无论是时间 通通是永恒的 性体的作用 恒常说 处穷法界 这个念处不是念处 处就是空间 穷就是穷尽 这个空间是穷尽 整个法界 空间是穷尽 整个法界 实测三计 就是时间 是通测过去 现在未来 意思就是 空间是穷法界 时间是通三计 三计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但是这是 对众生说的 圣者的心 没有 法界 因为他已经 平等的空性 也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有过去 现在未来 又落入 生灭像 说这个三计 是为众生 说 站在 众生的角度 才有所谓过去 才有所谓现在 才有所谓未来 要不然金刚经 为什么说过去 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三计不可得 那不可得 在这里为什么讲 实测三计呢 这时间通测 这个三计呢 也方便说 是不是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也不可得 表示也没有 这种东西 直去 红生 红生就是 深广 华言的直去 是很深广的 严全 无尽 所要解释的意理 太多了 既非海 墨 所能输 书就是记载 把那个海水 当作墨汁 所能输写 以前都是这样子的 一直抄 一直做笔记 如果换一换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就不是这样想了 非海墨 所能输 现在要改成 非印刷厂 所能印 印不太多了 太多了 现在都是用印刷厂的 哪里是用抄的呢 对不对 如果换一句 现在的形容词 就是不是印刷厂 你能够印得出来的 这经济 济到很多 我们就对 有些人在抄 对不对 要不然你调查一下 对不对 抄过一部 花眼镜的请几手 那不简单 用毛笔抄了 这个要花很长时间 局势 男局势 不简单 所以这个 要抄一部 要很久的时间 非常久 有时候人家问 师父 那抄金 抄了以后 我说那不晓得 那你抄的 又不能火化 你毛笔字 又不能看 你抄了 外戈起刷 那那一本呢 送给人家 人家也不要 人家当然要 拿那个排版 比较整齐的 是不是 那那一本怎么样 自己看 看得也很难过 因为比排版的难看 那也不能做笔记 那那一本又那么大 用抄的一定很大本 那怎么办 放着 然后自己写一篇续文历史 这就是你阿公 写的就留给你的孙娜 孙娜 孙娜也不懂得 花言精什么 对不对 玩一玩一玩 就放着 就给他救孤 到最后毁灭 就这样子 所以 现在的人 这抄金 写金 你还是要注意 会说 抄完的金本 你不能把它毁 不能把它毁 可是又写得 很难看的时候 毛笔字很美 是没关系的 那很丑的话 那麻烦了 是不是 也像我的话 写毛笔 连我都自己看着 就很难过 何况说什么写书呢 对不对 人家很多人 叫我提字 提字 说写几个字 大概可以了 写南无阿弥陀佛 那大概可以了 解几个字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超书 还是要小心 底下说 意其备业而可戏 意就是又 哪里 这个起就是哪里 备业就是书写经文的书页 书写经文的书页 而可以知道 所以说并不是从书本上 你就可以了解的 那么 只是 但随机 建文 备业就是书写经文的书页 简单讲就是我们经典 这哪里是经典 钻牛角尖 就可以得到的呢 悟性 一定要有善知识的活泼 因为书本 本身 它是死的 为什么 亲近善知识 善知识是活的 善知识 如果悟到 它讲出来的话 它是有生命的 它讲出来的话 你会引起它的共鸣的 所以法的习业就很强 单刀直路的去路 举一个例子 一个小故事 一句哲学的名言 或者一句佛经的名言 它是由感情 充满这个理性 充满着聚会 直接灌入 这个我们的思想 觉醒的灵意 所以亲近善知识 它是活的 那看书本呢 它是死的 书本不误 它不会叫你误的 是你自己有所启发 如果你不 看书本也不 不叫不 它还是一样 对不对 这本经啊 如果叫你们自己看 一半差不多看不懂 那一半看不懂 你不可能一个字 一个字去查 那等什么 等师傅讲 那这里好像上中文课一样的 但随机见闻 广列有益而 比较广 范围 范畴很大 列呢 就是范围比较小 那么有会有 有点差别 那么按西域记 就是大唐西域记 只要两个字 按照大唐西域记 就是唐玄奘大师 所写的 按就是依照 依照这个大唐西域记 这是一本书 记载当时候 印度的种种地理 生活 民情 风俗 种种的 那么大唐西域记 那么玄奘大师 描述当时候 有几个小国 路线是怎么样 北东南 是怎么样子 那么所有的 生活情况是怎么样 变成一本 考据学的重要的 这个笔记 《词经》 有三本 就是《华严经》 有三本 一 上本的 有十个 三千大千世界 唯一层数据 这个没有办法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唯一层数据 那你想想这个有多少 吓死人 无量无边 一个四天下 唯一层数品 那么多的品名 一个四天下 唯一层数品 第二 中本的 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句 一千两百品 一千两百品也不得了啊 对不对 就像我们一千两百克一样的啦 第一克 第二克 第三克 一千两百品 这个有多少啊 也是很让人家惊讶 三 下本的 有十万句 有四十八品 那么我们呢 颜伏梯的众生呢 是适合下品的 适合下品的 等一下 盖 摩赫眼障 摩赫眼障啊 就是大圣经典啊 这个大圣经典呢 是文书施力 跟阿难海 阿难海旁边画一痕 这个阿难海 它不是阿难 这是吃菩萨障的阿难海 那么经典啊 说啊 它有三个阿难 就是 关于这个阿难的名字 它有三个 那么 这里啊 是指阿难且罗 且就是 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家 家简成头的家 罗就是罗东的罗 四为罗 阿难且罗 阿难且罗 翻译成中文 叫做 喜海 欢喜的喜 大海的海 所以上面用两个字 是印度 阿难 下面用一个字 海 是中文 是中文 那么变成阿难海 变成阿难海 阿难且罗 翻译成中文 叫做喜海 欢喜的海 那么 把印度名 跟中文的名字 各加一个 阿难且罗 取阿难两个字 那么 喜海 欢喜的大海 取一个海字 变成阿难海 阿难海 至于 中国话 就是喜海 那么 慈菩萨藏 这个在 《华言经》书上的 卷区 有讲 阿难海 在铁围山 间 结集的 铁围山 间 结集的 我们称 大铁围山 大铁围山 持经 是修入 龙宫 记住这个阿难海 不是我们讲的 一般讲的 那个阿难 持经 收入 龙宫 收入 龙宫 后来 这个龙 龙宫 菩萨 入宫 这个龙宫 从以前 很多人解释 都认为是 海龙王居住的地方 根据考据学 是说 当时候 有个地名 地名 它叫做龙宫 而不是说 跑到 大海里面 海龙王居住的 龙宫 依照我们 现在来讲的话 潜水亭 跑到 那里面去 什么大海 几乎都钻透了 没看到什么 海龙王 看到什么 龙女 龙宫里面 派出来的 小姐 都没有 都是 所以这个龙宫 有的人认为 龙宫在水 深海内 这个比较讲不通 应该是一个地名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点 特殊的点 此经 收入龙宫 后龙宿 菩萨 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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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啊 这个龙宫 是皇帝 里面的一个宫 也不一定 也许啊 后龙宿 菩萨 入宫 建这个上中二本 我们刚刚讲的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围城数据 是上本的 中本的是 这个是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句 上本的华严经 跟中本的华严经 这两本啊 不是颜伏提 人心力能持的 我们颜伏提 人的心力啊 没办法 念那么多啊 所以 即下本 归于人间 下本就是 十万句 四十八品 归于人间 经传来此方者 现在传来这个 中国的 近一夕十四年 近一夕十四年 是西安 四百一十八年 西元一四百一十八年 传到这个 中国来 北天主三藏 北天主三藏 佛陀巴陀罗 有的翻译成 佛陀巴陀罗啊 有的念 佛陀巴陀罗 其实这个都是同音的啦 佛陀巴陀罗 或者佛陀巴陀罗 这个只是意音的不同 这个佛陀巴陀罗呢 出生 西元三百五十九 那么 入灭 是四百二十九 西元四百二十九 四寿七十一 三五九到四二九 他是义经师 义经生 是北印度人 曾经跟法险合作翻译 是法险合意 磨合生取力 简单讲 就是佛陀巴陀罗跟法险呢 一起翻译 磨合生取力 磨合生取力 就是大力 大力 磨合生取力 绿部的 最大部的 还有翻译 大波涅槃经 这个佛陀巴陀罗呀 独自翻译出 大方广佛华言经 自己一个人翻译 六十卷 共义经典 十三部 一百二十五卷 我们如果没有翻译 我们根本看不懂的 所以感谢这些义经师 留诵原家六年 四季 就是入 入这个念盘 试寿七十一 七十一 我们这个南普陀的一个 法师 昨天心理法师 早上打电话给我 说我们这个 南普陀的一个法师 叫做达里老法师 他去泰国 出国家 也住在泰国好久 发达的道理的理 那么这个达里老和尚 以前在南普陀 教我们 这个老和尚 很慈悲 他都学般若的 他还起了一部 金刚经 助解 这个人 非常有剥裂的思想 也很有个性 很好客 来了就 泡茶 非常有剥裂的智慧 他得什么 他在灵命中 得到大肠癌 大肠癌 他出家出了 相当强的时间 得到大肠癌 这个大肠癌 这个大肠癌 以我们现在的 这样子的 把它 检讨一下 我看是农药的问题 很大 农药 我们现在吃素的人 也不一定保险说 没有得癌症 他的大肠癌 据说他 比人家受不了 那个大肠癌 很痛苦 怎么样 他都是面不改色 一点痛苦 挣扎都没有 然后 这个这个这个 心理瓦斯去看他 他看到心理瓦斯 他很高兴 人家到上司 上司 跟他背起来 跟心理瓦斯讲话 他就忘记自己 快死掉了 我要回去了 怎么样 讲得蛮自在的 公告他的心脏 因为固了 空气减少了 然后那个心脏 又要咚咚咚咚 又要咚咚咚 那个护士来说 好了 再讲下去 你牢上会死掉了 你们让牢上休息吧 结果他一个礼拜 后 他连一点疼痛都没有 连一点疼痛 而且 很严重的这样子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大肠癌啊 统统 没有影响他 对相当的禅定的功夫 悟到空性的 悟到空性的 所以 无名的众生 跟他就大不相同 无名的众生就是 就说我 说我你有什么烦恼啊 我不知道啊 你就自己没地走出来啊 我也不爱这样啊 不知道怎么要这样 人家学波乐的不一样 他在泰国出家 住了好几年 在台湾呢 专写 专攻波乐 专攻 嫩眼睛 要大智慧 知道他这个射身就是假象了 所以现在包括连吃素的 要不得癌症啊 也很难 非常难 好 所以啊 我告诉诸位啊 就是 一个人啊 有修行啊 有智慧啊 他是生死都很自在的 结果 黎命中的时候啊 他不念阿弥陀佛的 平常他是修禅的 他从来不念阿弥陀佛的 是黎命中啊 交代啊 是周围的人说 老子上 那你要去哪里 他说我要去明乐内宴啊 你跟我念观世音菩萨好了 就跟我念观世音菩萨 请观世音菩萨 带他去明乐内宴 他不会减掉了 结果他发现去明乐内宴啊 他不发现去极乐世界 四寿 八十四岁 这广化老子上 你看 实际 经验 往生自在 上品上升 在达里老子上 说来说来 说去就是去 就是南普陀佛学院 出来的 你看 有没有话讲 这两个老子上 一个在经教上 下很大的功夫 就是达里老子上 一个在 戒力 持戒跟念佛 下很大的功夫 就是广化老子上 都是生死自在的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徒弟 说我们要了生死 很简单 你听我的 你不要听你的 一定很自在 为什么 按照规矩来 就这么简单 按照规矩来 老老实实地 做早课 做晚课 就这样子 一直坚持 一定定功课 认真念佛 看你适合 哪一个法门 生死一定了 我现在讲话言 其实也是 随缘来讲 你说 大法师 你做什么功课 我念佛 我一听到 你就念佛 阿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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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小法师 都一样 我还是一样 跟大家一样念 阿密多 佛 但是我也修 安乐妙宝 我曾经告诉他们说 除非你念到十项 要不然呢 尖吃咒 也很重要 所以 往生不往生呢 看你念佛的功夫 至于品味 如果加上吃 安乐妙宝啊 那保证是上品的 可以这么说 安乐妙宝啊 很重要的 底下哦 那么 这个佛陀巴多罗 所翻译的六十卷 六十卷 也就是知法灵 底下写两个字 知法灵 底下写法师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知法灵 法师 所请 底下加一个字 回来的回 所请回的本子 也就是知法灵 他请回是什么 请回是范文 由佛陀巴多罗 把它翻译 就像敬意的 六十华言 三十四品八会 三十四品八会 唐 正圣元年 西元六九五年 西元六百九十五年 于天三藏 这于天国 在今天的这个 新疆那个地方 是不是 于天三藏 时差难妥 这个很重要 所翻译的 凡八十卷 都是十万巨之列 那么 这个是唐义的 时差难妥 我这一定要讲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翻译的 一个出家人 这个非认识不行 时差难妥 西元六五二 到西元七一点 六五二到七一点 这个人寿命不长 活了五十九岁 五十九岁 时差难妥 是唐代的 《易经》的一个出家人 八十卷本 就是《华言经》的 最主要的翻译的人 时差难妥 翻译成中文 叫做学习 学生的学 小学中学 大学的学 欢喜的学 学习 唐朝 于天 就是今天的新疆人 因为他是通大小圣 学 而且和外道 这个外道论 还是个外论 著名 和这个外论著名 就是外道的论 他都有办法 这个五十天的时候 这个五十天 听说 这个新疆 这个渝田 这个地方 有完备的范本 有《华言经》的 完备的范本 因此就派遣 这个大使 去寻求 同时聘请翻译的人 这个时差难妥 就因为这个姻缘 带着《华言经》的范本 来到了中国 他在这个西元六百九十五年 就是正圣元年 到达洛阳 住在内庭的大变空室 重新翻读 重新翻读 重新翻译华言 武后很重视这个 非常重视这个 开始呢 还亲自参加 那么南陀后来又在洛阳三阳宫 佛寿祭寺 长安的青城市 然后等出翻译经典 在这个长安四年 西元七百零四年 他因为母亲年纪大了 所以请求回去到他的国度 朝廷就很风光的 派了很多的这个玉石 使者送他很光荣的 把他送回到他的国度 一直到唐宗宗 中间的宗 底下是老祖宗的宗 唐宗宗 唐宗宗 几位再度邀请他 到他长安来 住在大建福寺 建就推建的建 大小的大 推建的建 福报的福 大建福寺 来不及翻译 就得病了 生死无常 生死无常 所以啊 不能想起乎人 也不能想下拜 你今天受到委屈 你也不必解释什么 看着别人欺负我们 我们也不要牢骚抱怨 你就跟他说 六匹啊 不孝白会顾 孝白没六匹的顾 孝白没六匹的顾 所以啊 今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 谁欺负我们呢 因果就会把你调整回来 忍他 让他 避开他 再过几年 看他如何 这个瑞宗 静云元年 就西元七百一十年 十月 那就往生了 年五十九岁 他的遗体啊 时候一个月佛化 古会由他的门人 叫做悲一日 而唐使啊 就是什么 唐使歌 歌书道言 这个名字很奇怪 那就是唐朝一个大使案 然后护送回到原来的地方 后来的人在长安呢 就焚发这个南陀的遗体 后人在这个 焚发这个十参南陀的遗体啊 这个地方建立 这个塔 七成的浮土作为纪念 纪念 号称呢 华盐三藏塔 当然对它是一种非常大的尊重啊 哎 那么这个十参南陀来到中国啊 最主要的工作啊 就是翻译啊 大版的华盐经 我们要是没有它的法 这个翻译的话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 历史啊 简单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所译啊 十参南陀所翻译的 80卷 80卷的旁边啊 注明一下 总共四万五千句 距离这个十万句啊 还是很遥远 还不到一半 八十卷 就是四万五千句 都是十万句之链 以意未尽啊 所以它这个剧本 剧本就是完整本啊 全部的版本啊 所以它的完整本 沿在 支居盘国 支居盘国是位在新疆 啊 这个地方 那么新疆的叶尔 羌尘东 那这个啊 只要记住新疆这个地方就好了 那支居盘国 新疆里面的一个 小国啊 兰经啊 虽未尽 经典啊 虽然没有办法完备 十万句通通到 意义周远啊 这个毅力啊 已经 很周远了 燃止滋味 比如说啊 你用这个啊 用一只手指头啊 去染这个大海水啊 哎 染着大海水 然后放在这个舌头 一尝 哎呀 就知道大海水通通是咸的 通通是咸的 就用手指啊 沾染一些 就知道它的胃了 这个意思就是 笔啊 文艺之实啊 燃止滋味 上根利器的人啊 存乎其人 存乎其人 就是有这样子 去端看这个人呢 那么它的八十建经 清阳国师 有这个书跟钞 早不张者李通贤 有这个论 这是事所盛行的 这个书钞 这穷人及伪啊 这个伪啊 就是真实的意思 哎 穷这个 这个源头 极尽真实的 去描绘 那 唯就是啊 完备的 或者是真实的 那么张分 巨须啊 分张 然后啊 一张一张的分开来 就是品啊 一句一句的分析 这个是书钞 他们的 这个内容 不为是此境标准啊 实乃是如来世尊一代实教的标准 这不只是这一部经典的标准 实在是如来世尊一代实教的标准啊 论 这广论佛义啊 广论佛义 佛的义 要讨论 要问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然后继续去探讨 佛的义 心是什么 会归至心 不为是此境昆傲 这个昆傲啊 本来是指居室 不是 不是你们这种居室 是居住的居 室是 室内的室 房间的室 教室的室 居室身影之处 就是这个房子很身影的地方 这个是指最为精深奥妙的境界 最捆奥 就是奥妙的境界 捆奥就是深奥 玄妙的境界 意境 我们一般悟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一般都是活在表层意识 活在表层意识就是 看到什么都把它认为是真实的东西 有实在的东西 有实在的东西 你就会定定善恶是非 很强烈的这个 对立性的东西 他要是不利 这个对立性的东西 那就进入绝对的空性 这个人呢 活在没有烦恼里面 他心中没有敌人 什么都是笑一笑 好人笑一笑 碰到坏蛋笑一笑 做善事也笑一笑 碰到恶人也笑一笑 何以过 无所得 无所得 你什么东西 你都不可能困扰着他 他内心也没有恐惧感 为什么 了知 生死的无常性 必然性 对不对 连释迦牟尼佛这么伟大的人都要实现这个死亡 往生 何况你这个射身怎么可能救了 佛陀是指的不生不灭 是指我们的决心 是指我们的决心 所以实乃中门的捆傲也 捆傲就是今生奥妙的境界 禅者 喜独论而不知疏抄这广大经纬 禅者就是了解心法的人 一般学禅的人是不重视教理 整天坐在那个地方 参参参 叫他看经典 他认为这个是假象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大部分学禅的人 在经教上都不太通膽 不太重视 不太重视 所以啊 有禅的功夫的人 学禅的人 喜欢读论 论子比较简单 但是他不了解 书超的广大经纬 这个陈关大师的书超 哇 那个写得够详细的 如果你们有一年了 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个书超 所以论 是学禅的人比较喜欢 但是啊 学禅的人比较喜欢论 就没有办法去了解 书超的广大经纬 演讲的人 就是讲经说法的人 就比较喜欢读这个书超 因为这个提纲 切点啊 段落分明 非常的清楚 每一评啊 每一句啊 都分析得非常清楚 就比较喜欢读这个书超 但是就不知道 这个论的直接痛快啊 就不了解啊 这个论 李通玄的论呢 直接痛快 是两则皆失 所以什么事情啊 都要保持一种平衡 保持一种平衡 只要违反自然啊 自然就会反扑 自然就会反扑 倒配年二十五 二十五岁 死欲华颜 才碰到华颜经 他二十五才碰到华颜 如凭或魔理啊 魔理就是如意诸 可以随心所意地求 看你要求什么 如意诸就会显现出来 那么一个穷人啊 得到一颗魔理宝珠啊 他就是变成富有的人 他有求 必应价值连城啊 要饭有饭 要衣服有衣服啊 要珍宝有珍宝啊 那当然就是 这个一个贫穷的人啊 得到这个魔理宝珠啊 那怎么 欢喜得不得了 那么积参王善 这个法伐经受祭品啊 第六 有讲 法伐经的受祭品 第六有讲 一个很饥饿的人啊 就碰到啊 皇帝请吃饭 召见请我们吃饭 那不得了 皇帝又有身份 又有地位 他是一个很贫穷的 一个饥饿的人 一个饥饿的人 刚好就碰到皇帝 请吃饭 这个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 鸡参王善 悲喜永乐 就是 跳乐 那么这个非常的欢喜 永乐啊 底下是无以云意 没办法比喻了 没办法形容 过去的人 所以说 你得到了这个华言 公司也干不完 王去得其死所 皆是有其所归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时啊 我也死得非常的恰到好处 王去得其死所 一个人最恐惧的就是死 可是碰到了花言 死得正是时候 意思就是死 他也觉得死得其所 劫失 就是劫尽私利 我想要用功 我就由其所归 归就是有个结论 有个目标 有个心得 结论 目标 心得 我解释 尤其所归 我要尽心尽的 去思维 这个道理 我有了 花言的大法 可以依靠 知道 怎么下手 怎么用功 我也要用功 这种可能性 看来 就给我 更好